遥阔无际的冰层覆盖在地上 放眼望去一片雪白 壮观的场景美不生收 位在北极圈内的格林兰 80%的土地都被陆冰覆盖 不过现在却面临挑战 在全球暖化的趋势下面 这些冰就是都开始融化 那其中格林兰的熔冰 也是速率非常快的 全球暖化造成大量冰层加速融化 根据统计 在2000年到2019年之间 格林兰大约有6万平方公里的陆冰融化 相当于1.7倍台湾大小 而最新发表的 《自然气候变迁》期刊更指出 即使现在立刻停止排放温室气体 也无法逆转冰层融化的命运 目前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有估计 那在北半球的 应该说全世界的僵尸兵 大概有1200亿吨这样 那如果这些所有的 这些僵尸兵假如全部融化 然后因为他们注定会融化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造成 海平面上升 那这个海平面上升 大致上来说可以是 它是很快的就会扩散到全世界 所谓的僵尸兵 就是在冰川堆积区 已经得不到降雪的补充 因此只能慢慢的融化的冰层 科学家估计 格林兰岛将有3.3%的冰层 相当于110兆吨的冰药融化 这将使得全球海平面 在2100年前上升27.4公分 恐怕导致部分沿海地区的城市 就此淹没消失 那像全世界的比较沿海的城市 或是比较低洼地区 那就会首当其冲 对 譬如说纽约啊 就是有一些研究指出 假设海平面上升 那可能会让纽约低洼地区被淹没 那这些甚至那些 淹没地区可能会延伸到 靠近中央公园附近 除了美国纽约之外 曼亚密 华盛顿特区 甚至连亚洲的孟加拉等地区 恐怕都会消失 但是海平面会上升 除了冰层融化之外 海水热膨胀也是一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当海水的温度上升的时候 它会因为热膨胀 热膨胀它的体积就增加 造成海平面的上升 那么从这个过去的实际观测 我们可以看到 海洋的热膨胀 大概占了海平面上升的 大概三成到四成 南北两极一些冰川的融化 这一部分呢 那大概就是占了其他的 将近这个五成到六成的一个比例 不仅如此 联合国IPCC发布 第六次气候评估报告更是紧 在最坏的情况之下 本市季末 海平面可能会上升1.01公尺 要是加上南极的斯韦茨 冰川融化 恐怕将是海平面升高三公尺 到时连台湾的部分沿海地区 都有可能会被海水给淹没 如果说全球海平面上升三公尺 第一个原先在彰化以南的这个地层下陷区域 是第一个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就是在整个南洋平原 第三个就是我们整个大台北的这个赤子岛 还有在芦州五谷三重一带 极权冰层融化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日益严重 虽然这些现象不可逆 但节能减碳还是必须执行 科学家目前仍然无法估算冰层融化的时间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极端气候威胁将会越来越严重 该如何因应也成了人们当下的共同课题